今年是浦东新区开发30周年 上海举办图片展 被市民重温这30年来的时光变迁 一起看看 这个纪念浦东六家嘴开发30周年的图片展 在上海地标建筑 东方明珠电视塔内举行 展览从上海视角在中国发展 展示这30年以来 浦东新区在经济社会 城市建设 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变迁 从1990年的滩涂农田 发展成如今的现代化金融新城 也成为上海的城市接待窗口 亲历和见证无数重要的历史时刻 我把整个六家嘴金融层的建设过程 全部把它记录下来 这里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是90年之前 浦东六家嘴地址 非常真实的 你可以看到 一马拼穿 几乎是没有一堵高楼的 尤其是浦东 开发这30年 浦东这个大地上 确实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次展览展出多位摄影师 和市民的近100幅摄影作品 当中既有来自专题彩峰的佳作 也包括浦东历届市民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 展览将持续到9月20日 无线电视记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